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天衣无缝的犯罪 完美假象背后 谁能找到突破口 与法医同行探大千密案 欢迎许臣 我要给你们泡茶呢 欢迎许臣 正式欢迎 我是你们的俊同学 今天俊臣刚刚来到了 本期的法医助理团 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一个小小的考核方式 来选择一个助理团的小队长出来 我们四个得选一个队长 是的 匿名投票吗 没有 没有投票 不是投票 我拿过来的这个案件信息 然后案件真相放在这里 首先是一个案件的基本信息 外加信息图片 在我给大家念完这个信息之后 大家根据这个图片来进行分析 两个是一样的吗 这是真相 案件真相 你刚刚是很自然地打开说 两个是一样的吗 那我看这边 你们那边看那个 我觉得我们团霸有当队长的潜质 其实一把拿过来 刚刚那也就是队长的 那一下子就是有队长的感觉了 我同你了 如果可惜不是投票 看什么案件信息 不要了 周宇通当选 周宇通看不懂字 首先是一个案件的基本信息 某地接到垃圾桶的一个蛇皮带里 发现一具被分尸的男尸 死者身上没有身份信息 蛇皮带外面 结结实实地捆绑着几圈电线 蛇皮带和电线有磨损点 无法辨认准确的购买员 案件街道接触过类似蛇皮带的有四个人 请结合相关信息判断 谁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 我是早上打扫街道的时候 在垃圾桶里发现了这个蛇皮带 打开了发现里面装的东西不对劲 我就马上报了警 五金店老板口供 这事和我没关系 我是批发过一些蛇皮带到店里 只是因为蛇皮带结实 好装我店里的杂物 长途卡车司机口供 我半夜经过这边装卸货物时 室友搬运过蛇皮带 都是工作所迫 这边出事我什么也不知道 猪肉铺老板口供 平时我家店里都是有边角料要丢 用蛇皮带装是因为装得多 我没往出事的那个垃圾桶丢过垃圾 请在这四位嫌疑人当中 选择一位你们内心认为嫌疑最大的 我觉得不应该有那种正常的那种思维 会不会 越不可能越有可能 越有可能可能越不可能 就是我们可能越想去找到那个人 越不可能 有可能会是有没有第五个人出现 没有 对不起 脑洞打开了 对不起 好像他们说的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感觉都是好人 对 我感觉 我一个的 随便忙选一个吧 我就选那个五金店老板好了 这么忙 我怕我太智慧启发了他俩 他头部应该是有重伤的 这是一块瘀青你看到没 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超标 我觉得这个酒是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始 因为它放大很多情绪 当然 无论是嫉妒还是他的伤心 包括爱恋 战友 都是从这个酒开始的 是的 穿爸说的道理 我怕我太智慧启发了他俩 所以我不能说你没带吗 好 你能懂吗 好 好 这样子 好 好 来来来来 看看这个图片信息 图片信息上面是有线索的 因为要结合文字上的信息和图片上的信息 两者对照一下 对对对 两者一起看一下 因为所有的线索就 孔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